今年我非常关注应该是我们戏曲艺术工作者要在变革中坚守 在传承中创新 特别是我们戏曲文化 这块要应该跟旅游产业想着 我有一个天安就让它尽快地融合 我们要多建设一些传统文化有特色的旅游小镇 来打造一个名片 旅游的名 文化的名片 这样能带动我们戏曲的发展和旅游文化的融合 形成一个新的产业链